請問老師現在有在用雙螢幕嗎? 有嗎?我們現場老師有沒有 有在用雙螢幕 好,那老師那個雙螢幕的設定 你應該知道怎麼用嘛 老師,那你有沒有雙螢幕? 沒有喔 很可惜耶 因為雙螢幕真的比較好用,像我們現在習慣雙螢幕 毀到單螢幕就覺得有點孤單耶 因為會覺得畫面小好多 可以放的東西撒很多 那尤其是像我們這種 就是那個 線上的 線上的我建議大家一定要有雙螢幕,為什麼 你看一下 來 這樣 有沒有 我的現場是這樣子 一顆螢幕在左上角,一顆螢幕在這邊 對不對 那如果呢 我有什麼樣的資訊 可能 比如說你看我另外一邊好了 在這裡 我再看線上的 有沒有 另外上面這一顆我就先切到線上的 這樣我是不是可以同步看到 對不對 像這邊 有那個 老師的留言 這樣我就可以 比較兼顧到 我不用說讓大家去看到我的螢幕 他們那邊在幹嘛 好 那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 可能有些資訊 我們不太方便 怎麼樣 就是讓 大家看到的 我就藏到另外一邊去 因為如果你只有一個螢幕 你就全都錄 就會 風險比較高一點點 這樣子 因為畢竟 還是透過那個出去嘛 那另外就是說 可能我在做錄影的時候 我錄影的時候呢 我也會用雙螢幕 這樣子 我在安排我的一些畫面就變得比較簡單 所以 所以在雙螢幕這一塊啊 因為現場老師比較少 有雙螢幕的需求 但是 如果可以的話你可以參考看看 因為像我自己 這個 我現在是用 這個 因為在學校裡面現在都是雙螢幕 反正疫情之後大家現在都 都有這個 那個 情境喔 有可能要線上課嘛 那我那時候就是買 這樣一次買兩台 一樣的 為什麼要買兩台一樣的 是因為 我們螢幕本身 如果 你是拼湊的 可能大小有差 再來 顏色一定會差很多 對不對 那這個看起來就比較 不是那麼好看 如果可以的話你可以買這樣 同時買兩台的話 是不是 顏色看起來就比較一致 而且是 一樣的尺寸 像我在這邊會有點不習慣就是 你知道為什麼不習慣嗎 來來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 像這樣子 你有沒有感覺 我頭還得移到 過來出來 我的滑鼠要往 往上面才能夠移過來 所以我平常都是 像你現在看到這樣子 就是 左右兩邊的 跟看股票一樣 你要一個 頭上去 然後手再拉過去的話 這樣反而會比較 不是那麼順暢 所以平常我是像這樣子做 這樣OK 那這裡面呢 我有放那個教學影片 就是怎麼去設定 其實 各位如果 可以的話 你也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我發現我的這個 這段影片的點閱率還算蠻高的 因為比較少 網路上的 就是 就是老師去分享 就是這兩個實際怎麼操作 那我就像這樣 讓同學實際看到 左邊右邊 它的那個差異 然後實際做看看 這個就是我們現場這樣實際 把它錄下來的 好 這個是 針對那個雙螢幕的 部分啊 如果老師剛好有這個 設備 那就不要客氣 盡量用雙螢幕 OK 好 那